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会深深体会到一桩事情 人是没有生死的 所以不要怕死 没有生死 不但人没有生死 所有一切众生都没有生死 生死是怎么回事 是从我们妄想里头产生的错觉 佛说得清楚 这个肉身不生活 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脏了赶快脱掉换一件 身体坏了 马上就换一个 有善心的人 身体越换越好 从贫贱之身换富贵身 从富贵身换天人身 越换越好 最好的你们知道了吗 到极乐世界换成阿弥陀佛的身 没有更比阿弥陀佛身相更好的 你要懂啊 要不然你别听了 你看看经上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 摄放一切祝福如来 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福中之王 你就想得 释迦牟尼佛的向好 我们到极乐世界 得到的身 跟他完全一样 产生变化 是在莲花里头 莲花也开出来了 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 在花里的气地变化了 把阿赖也摄掉了 就是向宗所说的 卓安霸是陈思之 自自然然转的 这个要感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莲花 阿弥陀佛是阴 莲花化身 是阿弥陀佛的本月 是阴 我们念佛是阴 我们不念佛 就没有这个话 我们念佛 切保持里头 就有这个话 画上还有自己的名字 绝对不会搞错的 你念的琴 花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美 你念的不琴 这花长得就很慢 所以这是真的 世间是不要去经营 天天念阿弥陀佛 话越念越大 这是将来我们受用的 这个世界要舍弃 这个世界可别认真了 对极乐世界 这也一定要认真 一点也不能放松 决定圣经 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认真努力去念佛 这也不能放松 一片子 我刚才给你 我过来 你去戴 我过来 不要停 我过来 我过来 那一尾 我过来 感谢观看